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些市民向上面走 一直向美枝飙过去那些就是水晶线 那谁位置起点呢 是不是中间的 起点没什么所谓的起点 它有时在中间又有 生命线走过去又有 总之有时在手腕线那里走上去又有 总之那条线线向手指尾水晶丘那里删过去 那一轮都叫做水晶线的 是 那这条线 一般水晶线就来那些商业行为的 是 就是我们叫做有水晶线的朋友做生意会更好 所以我在书里面见到又叫做健康线 又叫做辅助健康 刚线即是刚状的刚 你都说的是生意线的 师傅 是啊 都是指同一个市民的 因为美智是一些商业性的行为 是 是 那那个健康线呢 它又叫做健康线的 那这条线大部分的人都是断断续续上的 哦 那变了来说在经验上面呢 因为香港人生活紧张 是 大部分的脾胃 腸胃都是差一点的 哦 是差一点的 那他们每个都有些腸胃的消化系统的问题 那这条健康线都是主要这些事情的 断断续续上的 是不是师傅在说 就是在一个 掌的任何一个中间位置 就是搏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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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它搏着搏着搏着这样的 嗯 那些 所以断断续续的健康线 一般来说都是主要的腸胃不好 哦 它是主要的消化系统的问题 是 是 这些 就是有时譬如自己可能的工作压力 或者生活的紧张时间 很多人都会胃痛 胃痛啊 是啊 因为我也有 是 因为香港的生活压力大 那变了来说 马上要做好些事啊 息无定时啊 快快出去一餐啊 快餐怎么办啊 爬两口就走了 是 就是搞到那个消化系统都比较差一点 是 会差一点点 那么它反映在手掌纹那里 就出现在这条水晶线那里 是 我们要的 所以有时你那条水晶线 都要做不漂亮啊 做生意你都吃虧一点的 嗯 我们要的 哦 就是要看那个健康状态 亦都在说生意情况是吗 是啊 其实都是不是 两个范畴来说 就是不是独立体 这个都是 譬如看生意 师傅之前都说过了 都可能要看那个命运线 是啊 头脑线 是啊 又或者那个手指弓的力量 是啊 就是 那些掌纹都有很多东西 很多东西都要分析的 是的 都要综合配合的 综合配合的 明白 那就是你的水晶线漂亮的 说你有些生意的脑筋的 你那个命运线都要配合得好的 是 你有好的命运的 顺利的 你的生意就成功了 嗯 我们叫做 那如果指向那个健康状况的话呢 其实因为我都看书讲 其实不是人人的掌 上高都会有条水晶线 而是在讲的 其实水晶线都会有变化 是 看回自己当下的时间 那个的时段 那个健康状态 是 是 就是如果你讲线文来说 几条线一定有的 是 比如生命线啊 头脑线啊 感情线啊 还有那个 命运线也叫做事业线 这四条主线一般都会有的 是 一般都会 那水晶线呢 我们经验来看得到 大部分都有的 哦 就是一条漂亮的水晶线 就少见了 我们就少见了 是 所以它有时候 就是怎么说呢 有几条线都未必会常有的 就是譬如太阳线 是 是 是 会计文啊 是 那些线都全部是水晶级出现的 是的 没错 那些线 那些线未必每个人都有 很细致上股再去分的时间 其实有时都很难触摸 究竟那条线是代表什么意思的 是呀 有时线文它太多的时候 你会有时看错 就是我们叫做 执错药 断错症都可以的 真的都是一个学末 是的 但是那几条主线就不会变了 是 我记得我们之前 好几集的时间 有一集就讲到 直角线 其实是否很容易都会混淆 会的 是吗 直角线 生在太阳级那边 是一条直线来的 嗯 它都是好似向水晶级那边飙上去 是的 没错 所以有时都会混淆了 是 但是就是有分别的 有分别的 它那个太阴级是主要幻想的 是灵异界的东西的幻想 所以那条直角线在那里出现的 所以这些人的直角能力强 嗯 没错 因为指向延伸的那条线 都是向着去水晶级的 所以大家 网民海国人会混淆了 是的 如果 怎么说 只要看书有机会混淆了 那变成了你实际有些经验 会好一点的 是的 会好一点的 真的没有好一点的 但是我身边的那些奖来看看 是啊 没错 那一条靓的会是怎样的呢 如果真的见到水晶级的 一条靓的呢 就是一条线 在那奖中间哪个位置 起点都不要紧要的 嗯 那一路伸延到水晶纸那里停止 最好不要穿过那条感情线 最好是一条靓的 一条靓的线 那如果你在生命线那里做起点的 穿过生命线再穿过去 那条线都不漂亮的 是的 那生命线有些环线破了它 都是在讲健康上的问题 哦 都是在讲的 所以你这条水晶线就尽量就不要 在生命线穿过生命线 再向水晶线那里蔓延 穿过感情线 那这些线就不漂亮了 我们就叫做 就是最理想的就是一条短短的 就不要跨过生命线 就这么说了 你是在那个命运线 在起点那里 在命运线起点那里 而那个年份如果在水晶级下跌 咦是早期的 是的 就是说无花果是挺好回味的 但是也很痛苦 哈哈哈哈 是不是 是的 所以它也不是那么理想的 是的 最好就是说去到水晶级 感情线下面停止 那就最漂亮了 嗯 每一条线都有很多的讯号给大家的 譬如这条线就是讲水晶线的话 是反映的其中一样就是健康状态 那师傅如果在那条线那里 又有底 有个倒纹那样 其实是不是都是不理想的 是啊 你逢是断组 倒纹 或者一些链撞 那这些线纹全部都是不好的 那它 就是人的消化系统有很多饭的 你腸胃 肝肝肝肝肝 都消化系统一环 是的 你哪一饭出事你都辛苦的 哦 哪一饭 明白 都要自己注意 是啊 所以逢是市民什么叫做靓的 一条直过 不要太多责文就叫做靓 嗯 但是很少的 尤其是那些感情线 十个有八个都是乱的 是啊 包括我在内都是这样的 是的 就是这些人 就是一个人两条线不是多 是的 哈哈哈哈 是这些 当然苹果有这样 苹果有 humidity 是不是有话 你不理想的 casually 那么你想一下 你掌文学 你拿着某宗子 马上就在抓招 斷撞 蛇仔紋 斷軸 倒紋那些都全部不理想 它要求最好一條線直過 我覺得是犯人犯人實犯的 有什麼可能 是不是 這些東西 但是都好 都學到一條線 是 你只能看到有時候頭腦線 生命線和事業線 它是見過一條直上的 是很清晰的 這些是會有的 你說那些水晶線 一條直上都有 因為它牽涉到又叫做健康線 所以香港人的生活壓力大 所以一條漂亮的水晶線都是少見的 都是少見的 因為我看到另一個說法就是 譬如說 如果沒有健康線的掌文才是健康 是啊 這個是真的 是啊 因為這是一個反映的身體狀態 是內臟 反映這個內臟 是啊 所以你沒有出現這條水晶線 這條健康線 反而你的腸胃是好事 哦 這個是一個反映狀態 是啊 是啊 那大家要追求了 它的理論性就是 你要看一棵樹 健不健康 你將一棵樹打橫前面切開它 跟著看樹的輪 心和淺 如果是深色的 深的就是這棵樹健康 如果是紋路淺的就是不健康 或者是不清晰 是的 一個樹就代表它一歲一年 對不對 人的掌文就一樣 我們叫做 所以你的健康線不出現 反而可能是一件好事 哦 是的 這條也不是一條主線 而且這條是幼幼的 是啊 剛剛好在收集資料的時間 都見到我們一位網民 多謝你提供的獎照片給我們 其實他剛剛好就是有個健康線 就是水晶線 師傅 哦 是的 是啊 這位就是 多謝你 馬小姐 馬小姐 是嗎 沒錯 馬小姐很明顯 他去了兩條水晶線打孖 我們叫做這些 是 我們叫做這些 那就是說 馬小姐都有一些商業 都有一些商業頭腦 是 我相信他跟別人的交往 做生意應該有一瘦 是 他很漂亮的 那條水晶線 是啊 沒錯 而他的獎 最特別就是那個金星丘粒陷 哦 哦 哦 金星丘是體力位來的 是 所以他那裡脫痕 就是有時候都要多些運動一下 嗯 而很明顯的馬小姐 他那個 就是我們說 就是那個土星丘啊 木星丘啊 金星丘啊 全部漲步步的 是啊 沒錯 那他那個太陰丘都漲步步的 他中間那裡窩得很深的 是 這些古人說 百公喜水聚名堂 一生富足 意思就是說 那些人一生衣食都是富裕啊 富足啊 有 我們叫做 這些 那你見得到 他那個 事業線 一條直上 都很漂亮 很漂亮的 一條直上很漂亮的 也挺鮮明的師傅 是啊 很鮮明的 不過他早出了一點點 是 早出就代表了 早年出來社會做事有點辛苦 或者早出去社會 那如果要這個獎抽稱的呢 我就覺得就是說 他生命線的底下那一部 這個位置 出現了 就是底部出現了一些問題 那這種問題都是健康性的 這些問題 因為他的腦線是出現了少少問題的 所以他是要留意一下那些血壓的 哦 是啊 這些有機會是血壓高低 血壓不正常的那些市民 那生命線那裡出現了 有機會這些或者手術啊 或者健康上的問題啊 他出現了這些 這些市民在這方面注意一下 那這個獎 那你說說 就是一生衣食來講的 那都不用擔心這些人 不用擔心的 他有一個做事相當謹慎 很小心的 是一個實事求是的人來的 嗯 就是他做事很謹慎的 就是 你說什麼都好 那如果有本事的 那他就會回復咯 是 你沒有本事吹水的 那他不會聽你說的 是 那這些人很謹慎的 是 這些 嗯 所以如果這個獎 那你說問人生的運程起伏 那我覺得 不用大家擔心的 是 那條命運線一直上去 很高下的 我們叫做 就是這樣說 如果這身人真的要注意 這個人 就小心一些感情用事 因為人生的事業 或者做事那裡來講 因為感情用事 導致到失敗 我們叫做 可能就是做事 這個是朋友 這個是好老友 或者這個人是好朋友 出了問題的時候 因為太老友 感情用事的 就是令到那件事情 不能夠成功 或者重新又要來過 做過那些事情 他只是注意這一點 這些獎 其實師傅 我們都看到他本身的 那條 是不是命運線 是啊 是不是碰到感情線 是啊 碰到感情線 那個位置那裡 又穿不上 那就是說 人生的命運 被感情拖累著 嗯 明白 他那裡是會有這些 所以這些獎 講醫食不愁的 是 肥點端 一生醫食無缺的 是 似乎這些獎 都是一些生意製造的 是 這些獎 那其實都是一個 比較靚的水星線 是啊 加上有兩條靚的水星線 是啊 水星線是一些商業民來的 所以做生意有一手 那當然在獎裡面 就是工作上有一手 是 在獎裡面出現了 有水星線 都是代表一些健康的問題 可能 它沒有斷毛性 它沒有斷毛性 它是OK的 哦 那就叫做 漂亮的 它是生命線那裡 出現了類似賭聞 不像賭聞那些問題 那配合骨掌來看 似乎是一些血壓問題 哦 心血管病 嗯 那大家要 注意一下 要注意一下 馬少爺要注意一下 馬少爺要注意一下 其實正在說 真的 健康是一個基本來的 是 做生意的本錢 是 它本身也是健康的 是 它的生命線很漂亮 那個掌印顏色都很漂亮 是啊 只不過去到那個位置 出了問題 只是預測有這些東西 嗯 好 多謝師傅 希望呢 這個提點和一些建議 馬小姐都受用 建議的 沒錯 沒錯 今集就是介紹了水星線 大家大概 有時在馬小姐的相片裏面 應該都比較容易去理解 或者領略到水星線的走向 是的 細小條而已 未必是每一個人的掌紋都有 但是呢 都照當下的身體狀態 而反映到在線上 沒錯 嗯 沒錯 是的 有時就是看看 這條線是否漂亮 雖然很抽象 但是呢 看得多些掌 有時的相片 甚至乎大家拿些 旁邊左右的掌去看 都有深淺不一 亦有清晰 鮮明和含糊 是的 那掌一得多 那大家便可以 形象化一些 沒錯 是的 雖然是看似很抽象的道理 但是 其實實踐也是很簡單的 是的 好 多謝師傅 我們今集是這麼多 下集再見 好 再見 好 再見